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洛阳龙门石窟景区 这个景区需要预约 我们是昨天晚上买的票 我听姐夫说这个停车场有5000多个停车位 我们运气比较好 刚好看到有一辆车走了 这边停车场就有一个很大的小吃街 我们在这边补充一下能量 我点了一碗馄饨 他们吃的凉面 我们刚刚买了票 现在去坐电瓶车 带两个儿子出来玩 真是操心 买了车票的排队往前走 没有车票的马路对面买车票 这几个人好幸运 做第一排 最第一排 龙门博物馆 对面就是景区入口 前方减票 每次减票 亮个二维码就好了 欢迎迎光临 欢迎迎光临 您请我明天谢谢 这边国庆节的氛围很浓厚 因为我的腿受伤了 所以抱不了小星星 脑病根了 这个地方吗 对 摄像天 对 这个是我们从Sony 4拿过来的膏药 自动发热 不要跑远了 儿子 快回来 哇塞 大家瞧瞧我身后 密密麻麻的 这边有一条河 这个河里面的河水比较浑浊 因为它是黄河的支流 洛河的支流之一 反正都是黄河水 所以特别浑浊 这个河叫伊河 而伊河的伊 就是伊利牛奶的伊 它是一个人名 这个地方就是龙门 不知道跟龙门客栈有没有什么关系 这边是龙门石窟的简介 这个铲子叫洛阳铲 考古用的 洛阳发明的 洛阳人发明的 这个是风车糖果 吃了糖果 今天就不要让我抱啊 也不要让妈妈抱 龙门石窟第一站 老照片祭奠馆 龙门咖啡 文创雪糕 佛手逆体冰箱贴 这个叫佛手 有典故的 继续前进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个石窟 里面有一尊大佛 大佛的旁边还有一尊小佛 大家应该看到了 这个大佛的手掌 手指是断的 旁边那尊小佛的头 也是受过伤害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谁把这种文物 这么精致的作品 破坏成这个样子的呢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雕像才是个开始 这些洞洞越多 就代表我们被破坏的越严重 搬步走就把它破坏掉 我觉得这种心理很变态 你们不觉得吗 现在下雨了 有点混乱现场 这个雕像表面有很多的孔洞 完全被破坏了 我想它本来应该是一尊很精致的作品 不能细看 细看的话 不是断胳膊 就是断手断头 还有的就是像这种 直接被缠走了 这边还有简介 有的在美国 有的在英国 好心痛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 本来应该是我们国家最珍贵的文物 但是现在都藏在其他地方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 真的人太多了 这些小的都被破坏掉了 被破坏了 这边也没有被放过 还有这边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越看越心痛 爬上楼梯以后这边有一尊大佛 很遗憾 依然没有逃过厄运 中间这一尊佛 面目全非 你觉得别人为什么要把它弄成这个样子呢 因为他们是花形呀 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说的对 我相信依我们现在的能力 是可以修复这些作品的 但是我觉得留下这些历史遗迹 更有意义 慢一点 手牵手 导游跟我们说 比较震撼的还在前面 刚刚看到的那些佛是在这里 马上去看最震撼的这个大佛 然后走到头以后 再过江 再从下面走回去 也就是说我们才走了四分之一 前面要上山啊 天呐 还有点陡了 生命在于运动 大佛就在这边 中间这尊佛身体被破坏了 右边这三尊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最左边的两尊佛面目全非 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这些都是我国在唐朝时候的作品 也是我们国家在鼎盛时期的作品 如今变成这个样子 真的非常令人心痛 刚刚有一位导游和我们讲解了一下这个背后的故事 这些佛像为什么会残缺不全 为什么会消失 中间涉及到的原因很多 例如改朝换代 三五一宗四位皇帝实施的灭佛运动 是原因之一 第二个 经过上千年的风霜雪雨的洗礼 风化了 自然而然就坏了 第三个就是偷盗 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期间 佛像的偷盗是比较严重的 偷盗者来源于各个国家 大部分在欧洲还有英国 美国还有日本 而那些偷盗者很残忍 他偷不走就破坏 这是很可恶的 所以这些佛像现在的状态 是由很多方面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我们现在要过桥进入下半场 五点半了呀 只有我们开车回去都已经十二点了 我真没想到这个龙门石窟需要花这么长时间 我们回头看一下千窗百孔 听导游那么一介绍 我觉得这边墙上都是佛教的历史 所以这些佛像到现在还能够保持的比较完整 已经算是很难得了 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观景台 这个观景台的视角确实不错 大家都在这边拍照取景 我们决定在这边买一张电瓶车的票 然后坐电瓶车去起点处 天色已经很晚了 对面的龙门石窟都亮灯了 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我们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的量亲 还有人有精力爬这个 理想也支撑不住了 要爸爸抱 谁来抱抱我呀